2023年是中国汽车在国际舞台上大化异彩的一年 做混动 还在看齐瑞 看见了吗 齐瑞 风云他们的一个战略品牌发布会 齐瑞终于把风云系列又拾起来了 当年风云卖得多好 风从东方来 这个口号也很响亮 从这里进去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现场布置的还是很科幻的 这个是他们第五代的1.5T专用混动发动机 米勒循环的发动机 这个是他们的五级超级电混DST变速箱 然后旁边那是三档的DST变速箱 这是他们火星架构 超级混动平台 名字太多了 来看一下有多少人 做混动 还在看齐瑞 领光领蓝 全球最好的混动 我想叫它一定是 宽鹏超龙混DST变速箱 转一下 转一下 人真的是非常多 现在新车已经非常亮相了 就是概念车 但是这款车你看内饰可以看了 内饰应该也不是最后的 会后续有变动 整台车的车身长度是接近5米 接近3米 风云A9 A系列以后就是CDM 这个插混的版本 纯粹续航的200多公里 然后综合续航可以达到1400公里 是WLTC的供况 人真的是太多了 看一下尾部 尾部应该是贯穿式尾凳 放大看一下里面那是 这个悬浮屏 然后 我独立的悬浴已经数给一笔了 轮圈挺好看的 希望以后亮才也是这个轮圈 这个轮圈应该是确实挺好看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款车SUV 人也非常多 就是风云T11 T系列就是他们的SUV的产品了 那么这台车它的车身长度将会超过5米1 轴距也是非常的长 宽度是超过2米 而且这款车它将会采用6座部局 2加2加2 6座 可以看到车头 它的车顶上方是有激光雷达的 而且这款车呢 后续很有可能会搭载非常先进的支架系统 那么官方说 奇瑞他们说 未来可能会达到R3加级 因为现在跑里滑轨还是接近R3 不到R3 R2的一个支架系统 这款车后续会有程式NOV 还有非常先进的主动拨车的一些功能 那么可以看到整个车的前面 贯穿式的日行灯 然后两次它那个灯也可以亮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车身侧面 是采用了隐藏式的门把卡 来看一下车尾 这个尾部也是贯穿式的尾灯 这个尾部造型似乎有一点像理想 展示到此结束 挺有意思 盖上了 不让你看 那么简单的说一下 整套发布会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还发布了一款E系列的车 但是在他们的大屏幕上会显示 后续他们的产品将会在2024年的全面发力 除了A9 T11 后续还有A8 还有一些E系列的车型 那E系列很明显就是纯电动了 那么这次他们没有公布纯电动的一些参数 只是说他们电池组是采用了 这叫守护者电池安全系统 那在热管理效率上呢 还有电池的安全性上呢 都会在同级中呢 可以说是要了领先啊 那么再有就是这台车 混动模式情况下的CDM啊 火星架构加上困锋动力 1.5T的发动机 再加上他们的电池组 还有就是超过1400公里 是WLTC的工况 而不是CLTC啊 那同时他们的急速可以做到240公里每小时 所以在性能上呢 这款车还是有期待的 可以看到现场A9这一块呢 车辆还没有被盖上 所以人特别的多 完全是挤不进去了 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奇瑞 已经把他们星图园的四大版图呢 都凑齐了 那么奇瑞就是风云 星图呢就是星纪元 然后截图呢是山海 那再有就是iCar了啊 而且新的标志你们喜欢吗 新的logo 这个logo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扁平画的设计 看上去非常的可爱 很简单 简单大简即美 对吧 所以风云新能源后续的市场表现怎么样呢 让我们期待一波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